最新娱乐资讯,11月16日,韩国方面传来消息,指超级情侣李敏昊与裴秀志分手,由于李敏昊在今年5月开始服兵役,他与秀志少了沟通,已经多次传出分手消息,但都被当事人否认。 这次是一位娱乐圈的相关人士爆料,称秀志与李敏昊因为个人原因而正式分手,退回到演艺圈前后被关系,接着,事务所血润两人分手,李敏昊与秀志在2015年3月公开恋情,两人相恋近三年后分手。 期间,韩国媒体曾指李敏昊非常宠爱,比他小7岁的秀志,为他大洒金钱,就在分手消息曝光的前两天,即11月14日,李敏昊照常上班,他没有突然销售,身材依旧健硕,对粉丝的态度也很友善,收下大家的礼物,然后就去上班了。 而秀志前段时间一直忙于拍摄新剧《当你沉睡》时,与花美男李中硕合作,两人日久相处,不知道秀志与李敏昊的分手,是否与李中硕有关呢? 但李敏昊为了见秀志一面,特地坐火车前往伦敦,并在当地预定了一间五星级酒店,房价为190万韩元,约1.1万元人民币一晚的豪华套房。 像李敏昊这种级别的大明星,什么琐碎事都有助手帮他安排,但为了令到秀志更有安全感,他事事亲力亲为,除了预定酒店之外,他又在伦敦租车,载着秀志到处约会,还带他去31层楼高的餐厅,享受浪漫晚餐,度过甜蜜的三天两夜,堪称宠女友无极限。 李敏昊十分珍惜千辛万苦才追回来的秀志,而女方接受访问时,被问到男友哪一点吸引他,他表示,男友很会体谅人,是个很温暖的人,因为这样所以产生好感。 证明李敏昊果然是靠贴心赢得女友芳心。